维世豪今天乌龙,这是北京国安同事到手的三分,大概是这个周末最引人关注的话题,毕竟这里进球的力道与角度都堪称完美,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位职业球员解围时的狡猾。 足球报记者刘祥宇报道,维世豪虽然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,但私下已经深刻反省了自己,报道称,维世豪在后回到酒店,反复观看了自己不慎乌龙的视频,并第一时间在球队聊天群内下队友表达了歉意,应该说起反思的态度十分端正。 随后,国安的队友们也纷纷对维世豪表示宽容,他们知道这位23岁的小将此刻十分需要外界的鼓舞与安慰。 包括球队员老金外员等核心球员都已经率先表态,北京国安的官方微博次日也把关系汪维世豪重新振作,而主帅施密克更是像是一位慈父,面对记者采访的直言维世豪没有问题,只是解维时没有知准部位而已。 刘祥宇随后还原了维世豪乌龙事件的全过程,不过他的一番言论,再度引发了争议。 刘祥宇认为,当时莫雷诺几乎已经要形成打门,维世豪从边路干五黄的禁区,便做出了将球踢在莫雷诺身上反弹解围的计划,他踢中了,却没算转路径,最终踢球进直奔向球网。 一时间,各路网友分别就此观点道出了自己的看法,其中涌现出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声音,本来觉得维世豪进一个乌龙球无可厚非,没想到他是要往别人身上门,那踢金字交大,门只能说纯属活该了。 确实,将球踢向对方弹飞,是一个常见的紧为方式,但一般多鉴于防守方为争取要到一个接外球这样的情况,因而通常力道了也不会太大,但从维世豪抽射的情形来看,一是他完全可以将球直接踢飞,这当然是一个更加保险的做法。 二来,他这一下劲道十足,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收脚的意思。 此外,维世豪打进乌龙之后与朱陈杰,曹云并爆发了冲突,尽头捕捉到,他甚至还说了一些不文明的话。 总之,本场比赛维世豪确实心态上出了问题,因此部分球迷质疑其球品与问题,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。 祖美齐卢晚报,甚至用了大半个版,面对维世豪急进嘲讽。 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一杆子将一位小球员直接打死,毕竟他那些举动多少,是由于怒气伤透所致,这在足球场上也很正常。 何况刘祥宇的报道中称,维世豪赛后在球员通道内,已经主动语出,曹二人和解。 当然,既然已经认识到错误,维世豪也必须得学会,为自己不冷静的行为负弃责任。